一名穿土地公人偶裝的民眾 靠近店家 沒想到門也沒鎖 直接打開門 他以前是要拜拜 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因為店內有供奉土地公 這位民眾也順便拜了一下 但就在他離開後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一名男子大搖大擺走了進來 直接大搖大擺走進來 他說你們樓下都沒有人 我們在樓上示範 不過仔細看這名男子腳下穿得不斜 跟一分鐘前土地公人偶裝扮的人 穿的就是同一雙 原來他當時就是要確定 裡面沒有人 隨後再脫下這一身厚重的裝扮 靜無形切 我們是很少在鎖門 第二次就是說把衣服脫掉 再來脫 這發生在高雄小港一間店家 當時業者在樓上吃飯 樓下沒有鎖門 沒想到被有心人士盯上 大概店裡面數值了多少錢 四千多 這是第一次遇到就對了 第一次 男子疑似喬裝進無形切 雖然沒有畫面拍到 穿土地公裝扮的就是同一個人 但業者說他們的布鞋 都是同一雙 不過警方目前還沒有接獲業者的報案 但因為有人將過程PO網 警方也已經介入調查 也呼籲竊賊 拘偷三尺有神明 停了走險犯案 神明終究 不會保佑 記得高雄綜華報導